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用南花老炉头来捂新芽的一些办法 那么当然呢也有很多花有在捂老炉头的过程中呢发现你的南花 虽然是长出来了新芽 但是呢这些新芽长期不长根 就算是长根了可能就长只一条弱根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的这个老炉头长出来新芽能够尽快的长根 而且长得根又多又粗又壮了 其实呢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啊 大家只要多做一步就能够让它尽快的拔根了 那么多做哪一步呢 大家看这个是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个五的这个老炉头 现在已经发新芽了 然后呢底部了也长出了这个新根出来 这一根的话呢是我在另外一盆的里面拔出来的 然后现在是长了两条状根 那么我们要多做哪一步才能让它尽快长根 然后长得根又壮呢 其实是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要经常给你的这个老炉头 给它喷洒水物来起来一个保湿触根的效果 但是除了做好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喷水的时候啊 可以在这个水里面给它滴上一点这个快速生根营养液 为什么要喷这个水呢 因为这个生根液的话它主要里面含有这个钙铭元素维生素还有一些诱导因子可以促进植物能够尽快的生长 让它的根系细胞能够快速的分化分裂 然后让它呈现一个爆发式的生根让它的根系的能够更加的健壮发达 所以要想让它生根呢 我们将这个快速生根营养液把它滴到你的这个喷壶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使用多少比较合适呢 那么像这样一个喷壶用的是1000毫升的水 那么我们大概滴20滴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是500毫升的水 那么你滴10滴就够了 然后呢拿来给你这个老炉头喷湿 大概一个月喷个两次左右就可以了 很快它就能够发根了 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如何让你的南花老炉头在发芽的同时能够尽快生根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期见